大家好,我是花匠老赏 因为工作的原因,前两天一直在外地工作 没有在家,所以没有更新视频 昨天我也是刚刚回到家里 看了一下家里这些花卉长得还是非常漂亮的 这是一棵将军柱 去年的时候也做过好几期视频 给朋友们分享了关于将军柱一些养护的知识 今天有网友给我留言啊 为我将军柱如何砍头 其实呢,将军柱砍头啊,方法很简单 首先我们选择好合适的位置 给它剪掉就可以 这个具体的位置呢,没有特殊的要求 给你个人的爱好 你选择高点或者矮点的话,砍头都可以 我这个将军柱当时砍头的时候也就是 花盆高度有三四公分的时候 砍掉了 砍掉了,去年的时候也是连续长了好几个侧芽 长得非常有效力 这一颗将军柱的侧芽 这是去年的时候剪的枝条 剪枝条以后插的花盆现在也长出了一些根系 因为将军柱实在没有花盆呢 我是一直没有在种它 其实将军柱这种植物非常好咬的 你只要是放到一个花盆的栋上以后呢 它就不用锅刀去管理了,这种东西就和那种仙异掌仙异球一样 非常的好咬一户 这是四月初的时候,把它们搬到这个院子里来养护了 现在都长出了一些侧芽来了 朋友们看一下,这些地方都是侧芽 这地方也是一个侧芽 现在进入春季以后是它们正常的生长季节 这个季节的生长率是非常强的 为了抑制它的生长呢 我也是对它进行的控水处理的 因为让它长得很旺盛 如果说浇水多的话,它会长得很快 这个东西在砍头的时候 我们最好是选择一些有这个制桥的地方去砍头 如果从这个地方上不给它脚断以后呢 它这个地方就能长出草芽来 非常漂亮 正常情况要剪掉以后能长出三个草芽来,非常好 不知道朋友们有没有养过这种植物 可以分享一下这个将军助养护的一些知识 好了,今天就分享这些 我是花江老师 关注我,养花更简单 谢谢